眼前的这个被砍头还笑的男人名叫孙碧 善良的他因为一时相信别人被自己的师兄陷害遭受病情 由于审讯未果如今更是被安排上了断头台 眼见孙碧如此表现 庞娟认为这可能是真的疯了 便命人将他丢上大街 大街上的孙碧终日不换衣服 身上恶臭满盈 每天更是和狗对焦 虽然孙碧已表现如此 但做事筹谋的庞娟仍是不放心 虽在暗中留下守卫观察孙碧 孙碧的日子不畏不是监管 这天趴在街上的孙碧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听着熟悉的旋律 他瞬间知道这是田熙来救自己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远处的田熙音还未有准确的计划 眼看孙碧如此却是无能为力 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事情迎来转机 每天的观察让田熙了解到 孙碧每次都会爬到路口树下 而此处正是狭窄之地 借机将孙碧偷粮换住 正是最好的营救方法 计划完备 第二天众人便开始行动 当孙碧爬到树下 众人直接驱车赶到 眼看即将换人 孙碧却是抓住大树不肯离开 无奈田熙只得先行撤退 带着卫军到来 孙碧还在地上做出马的姿势 看到如此场景田熙当即起 立马让下人回去摆出姿势 思考孙碧要传达之意 而赶来的庞娟也对不走的孙碧很是疑问 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不走 看见孙碧如此样子 本还心有怀疑的庞娟算是彻底相信孙碧一封 这边猜不出要传达意思的田熙 借着运送草料 直接带人杀到庞娟家中 不由分说 众人当即开战 几个过招后 众小兵便倒地不起 可不想庞娟早有防备 奸熙田熙等人便被包围 见状田熙只得带着轻卫从房上溜走 与此同时马棚中的孙碧也已不见 没有办法的田熙只得独自来请求庞娟 希望他念及当年的情意网开一面 孙碧已经是个废人 他能问你怎么样 让我把他带走吧 兄弟 突然谈话间传来阵阵马叫之声 田熙仿佛明白了什么 结合孙定可以通晓马语 聪慧的他当即明白了事情的原文 立马转身离开 聪明的庞娟也明白过来 一场追击大战即将上演 面对孙定的马车 庞娟直接一箭射出 车中的替身被不幸击杀 就此也能看出庞娟心中的杀意 眼看即将到达七国城门 众人却被庞娟拦住 看到车中的重剑之人 庞娟也知道那并非孙定而是他的替身 喘息之间 田熙直接刺向马身 接连他也是飞身来到马车之上 庞娟虽将剑驾在田熙博上 却念其勤奋未能下手 不得已庞娟指的跟田熙开往七国 庞娟知道 无论如何不可踏进七国城门一步 虽在靠近时当即在马车跳下 而田熙则是驱车驶入七国之中 片刻马车停止 车下的孙并也露出身形 就此孙并总算是逃过一劫 自此之后孙并的性情大变 他的新征程也正式开始 在齐王的宣告下 孙并的遭遇举国之小 带着前几次和魏国的战士 这也更加激起了民众对魏国的愤恨 一时间孙并的威望达到了空前高度 但孙并自身却因遭受病情很是消沉 回到七国的他住在田熙家中 为了不拖累田熙 石头绑于腰间投入池中 而他的决定老天似乎是不允许 片刻齐国突发地震 他投入的水池也被震得碎裂 如此孙并便意外活了下来 为了让孙并重振兴起 田熙决定带他看遍民间疾苦 而这招也却是有效 看到疾苦的百姓 孙并也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就此开始振作起来 这天孙并在街上游走 却看见一人爬在地上 眼见和自己遭遇相同之人 孙并当即有感而发 此人同我一样 不仅语言关怀 还给予那人赏赐 可不想那人却是为国派来的刺客 见孙并即将离去 刺客当即拔剑冲出向孙并杀来 田熙反应迅速反身阻拦 但刺客却不止一人 埋伏的刺客顿时涌现 片刻周身陷入一片混战 虽然刺客人数众多 却仍不及田熙 纵使使出暗器 也破不了田熙的场景 如此孙并再次躲过一劫 知道城中混有刺客 第二天众人便开始商讨计划 而此番定还是孙并大展身手 由于知道刺客必定混于启人之中 孙并便让众人 被来用辛辣之物做的周时 准备诗周抓人 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当选刺客的一般都是此事 在出发前都会饱食 而辛辣的周时刺客必定吃不下 如此刺客当场便可抓出 众臣当即拍手称赞 第二天正是诗周 曲周的百姓纷纷呕吐 而诗周的却仅有几人 一切与孙并的所说都大不相同 原来这都是孙并的计谋 明确知道自己行走路线的定是七国之人 如此可断定中臣中定有奸细 而他故意在大庭之中说出自己的计划 就是让奸细听到 如此奸细必然会将计划告知刺客 因此能喝下周的便是安插的刺客 很快喝粥之人便暴露出来 眼见官兵到来 三个刺客赶忙自裁 士兵虽然行动迅速 但却依旧未能阻棋自杀 就此线索好似断了一板 众大臣看后纷纷大笑 可站在一旁的田匠却露出不屑 而这一切都被在暗处观看的孙并看了正的 如此差异 孙并心中当即有了答案 经过多天的游看 孙并决定带兵和旁军一战 随着败军开始 齐王也送上祝福 先生 放心一伙吧 带先生凯旋归来 送先生一份大礼 败军结束 孙并带兵出征 这边旁军也出兵迎战 为了用自己的三千军队 战胜旁军的虎狼之师 孙并知道此战不可应聘 只得靠计谋自取 但这也正是他所擅长之处 这边他抽出一众人马去与卫军对峙 自己则是将主力部队暗自转移 去重要战场设下埋伏 如此效果也确实不错 看见硝烟的军队 旁军果然被拖住 而借此时机 孙并也做好了埋伏 虽然旁军害得自己受刑 可孙并还是念及和他的旧式情 直到庞娟必败 孙并便给庞婉修书一封 希望可以劝阻庞娟 但高傲的魏王却直说 这是孙并的诈计 让庞娟按照计划照旧之行 但庞婉担心哥哥威胁 便直升前来劝导庞娟 面对妹妹的劝导 庞娟却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被极度占据的 他只想和孙并决意死战 眼见如此庞婉 只得放弃 与此同时 田匠也来到山洞之中 眼见时机已到 孙并便与他和盘托出 虽然田匠都不假承认 但孙并却并未及他的过错 反而劝导于他 原来孙并当初不足田兮被选皇后 就是知道会有今天 而且齐威大战后 两国会此消彼长 如此算来 七国的大将军才是 田匠的最好选择 田匠也明白了孙并的用意 故而站起扶手感谢 而庞婉英见不得 自己最在乎之人互相残杀 便在卫军营中当众自焚 看到妹妹如此 庞娟伤心欲绝 但心中却未有丝毫悔改之意 反而更加坚定了 与孙并决意死战的心 时局渐进 庞娟根据线索 来到了孙并所埋伏的山 虽然孙并好心 在山口前石碑上刻字提醒 但庞娟怎会相信 听着探查传来的号论 当即领军进入谷中 殊不知山崖上的孙并 早已做好埋伏 眼看庞娟大军直入 时机已到 孙并当即下令 众多石头被在山顶放下 卫军瞬间损失惨重 见此行刑 庞娟赶忙让众士兵烈火防备 但却已然为时已晚 知道卫军必会落败 念着旧情 孙并开始劝导庞娟 杀了吗 庞娟虽然执拗 但内心爱惜将士的他知道壁板 便做出最佳选择 当即带着军士们一起投降 战事本已平息 但意外却突然发生 原来不怀好心的田将趁着停滞 偷偷将绳子斩断 山顶的石块再次掉落 错不及防的卫军当即受创 众人激愤 大战再度开始 但卫军却如同垂死挣扎 没一会便全军覆没 这边齐王也看出田兮的心子 知道他的心中装着孙并 便决定牵个红线 当即同意了他和孙并的婚事 并允许他赶往前线 而战场中顾知情的孙并已然万念俱灰 虽然庞娟加害于他 但他仍把其作为亲人 如今庞娟已死 自己最爱的田兮也嫁给齐王 如此孙并算是没了念想 失去希望的他当即从崖上跳下 而赶来的田兮也刚好来到下落 当死之时 还能看见自己心爱之人 孙并也是得以满足 就此一代纵横家孙并陨路 我是钢弹下期见